最後就是,剛才都是我一個東西的吸熱啊,怎樣怎樣,一個東西的吸熱 好,現在呢,混合 0度C的冰放到絕熱杯,那裡面有30公克4度C的水,熱平和水溫多少 放在一起,又回到我們講過三篇的一件事情,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會變成一杯溫水,兩戶相接入最後必達熱平衡 因為熱量從高溫轉到低溫,然後在轉移的時候,有關係叫做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這個叫做絕熱杯水,它沒有散熱的問題,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所以放熱會等於吸熱 所以重點怎麼算熱,熱怎麼算? 2M加RD加上M乘以Q,又回到跟剛才一樣,你要曉得它分了幾罐 它的吸放熱到底分了幾罐?那個水就是水啦,所以它水就是水,所以它就沒有水分幾罐的問題 可是冰有啊,零度C的冰不會直接變成10度C的水,它要先從零度C的冰變成零度C的水,再從零度C的水變成10度C的水 所以我們的冰塊的吸熱,其實是分兩段,應該就是有分兩段 我們前面,前面叫做我們的水的放熱,MS加RT,原來是40度降溫降到T度,高溫減低溫 就是左手邊這一塊叫做水的放熱,右手邊這一塊叫做冰的吸熱,可是冰的吸熱分兩段 它要先從零度C的冰變成零度C的水,叫M乘以Q,所以是10乘以80,質量乘以溶化熱 然後再從零度C的水,升溫是大變成T度C的水,所以叫做MSΔT 冰化成了水的水的質量,乘以比熱一,然後乘以溫度變化,0到T度C,T減0 就這樣做,那我們就會把四值列完了,所以重點還是一樣,你要曉得它的吸放熱分的幾段 哇,哇啦哇哇哇哇! 所以 10度,10度,來,你選P,OK 這裡,30公克0度C的冰跟15公克1百度C的水蒸氣組合,最後 enough actions 來,我剛剛跟你講過了,你算出來的,如果你完全沒有事先檢查,你就直接傻傻的造化去做 你答案如果算出來小於0就是0,大於100就是100 好,所以這個冰塊有全容嗎?這個水蒸氣有全部凝結嗎?你就先不管 就假設它做T度C,表示冰塊有全容變成T度,水蒸氣有完全凝結也變成T度,你就往裡面算 但是如果你算一下,結果比0要小,答案就是0,表示冰塊沒有全容 答案如果大於100,答案就是100,表示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那就往裡面算看看喔,你可以先不用檢查 如果你想要先檢查我也沒意見,沒意見,不過大部分的時候你都不需要檢查 所以你大概也不會先檢查,你照做就好,做完之後你就會想個答案 請問你,這會是多少咧?這樣子混合起來有多少? 啊,不要忘記喔,這裡變成,這裡喔,冰塊的時候有分段 因為它要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再從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水蒸氣也分段,要從100度C的水蒸氣變成100度C的水,再從10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所以這裡兩個都有分段,兩個都分了兩段,兩個東西都分了兩段 然後就列好四子,往裡面算 有溫度變化的帶H等於M,S加達T 每溫度變化的帶H等於MXQ 所以有一個是吸熱,冰塊,有兩段 有一個是放熱,水蒸氣,也有兩段 左邊放一個,右邊放一個 好,請把它做出來 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29 YES 你選出,請坐 選出很特別喔 選出表示的冰塊沒有完全融化 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因為會從高溫到低溫 轉的時候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水蒸氣放熱,冰塊吸熱 兩個都有分兩段 所以往裡面帶 好,來 左手邊 上面 0 100度C的水蒸氣 變成100度C的水 這叫做凝結 所以是MXQ 15X540 然後再從100度C的水 降溫降成T度C的水 所以是M SΔT 15X1 初溫100 末溫T度 高溫減低溫100-T 下面這一塊叫做冰塊 要先從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MXQ 質量 可以融化熱 然後再從0度C的水 變成T度C的水 有溫度變化 MX加RT 水冰化成水的水的質量 隨時的比熱 E 乘以溫度0-T度 所以寫T-0 所以上面 一個是水蒸氣 分兩段的放熱 下面是B5分兩段的吸熱 然後就算數學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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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度 超過 100 為什麼超過100 因為那個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你以為它完全凝結 它是要放出一坡拉股的熱量 然後呢 所以就會超過 所以答案就是100 所以我們選A 所以我們答案選A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所以答案就是A 好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在那邊 3 4 5 感谢观看